好 颱風架 每次要不要放颱風架 都是我和那些首長 都在那邊考慮來考慮去 譬如說今天 我這看台北是白放兩天架 既無風雨也無情 真的 昨天晚上就沒風沒雨 睡覺起來還是沒風沒雨 昨天白天一天就下雨大一點 今天是更沒風沒雨 兩天架 六個首長 六個現在首長被罵翻 他罵翻什麼 就是說太晚去宣布要放假了 所以你放 基本上大概 不放被罵的機會比較大了 放被罵的機會比較少 大家反而都高興 說你多帥 多講完完帥 張森哲帥 大家都帥等等 所以嘉義在昨天下午不到5點 就搶先宣布 現在不但要放 就快點 快點宣布 另外因為半夜宣布放 他本來不放的 後來宣布放了 盧學院說房台寧寬勿鬆 說因為原來沒有把我們放在 暴風圈裡面 後來突然說放在裡面等等 另外民進黨說 街機盧學院群龍無首 台政政府這是假訊息 另外因為盧學院去一個人回來 所以來去衝衝只有五個小時 在那邊就回來了 講完又說明明是講好 晚上八點鐘去發佈 到底要不要放假 七點半怎麼傳出來 台北市聽起來慢慢上課 七點半網路就看到了 所以他們立刻把它刪掉了 還是這種網路只要上了 就有人留下來 講完是小編測試不小心按到 共產黨說一天放假就蒸發200億 整個國家的損失200億了 兩年就400億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搞 全世界去看看香港什麼 沒有像台灣這樣 台灣現在變成你不放也不行了 不放 每天都在說放不放 誰先放 然後等等的 就是說到現在為止 2001到現在 只有14是全部放 也就是全部放 現在全部放 而且最高的時候曾經放到三天 今天也有人放三天 阿里才已經宣布明天也放假了 所以還是有地方 因為有風有雨 我們看一下 我們覺得說氣氧署 對於這個颱風的強度 略有高估的情況 親自坐鎮防災中心 台北市長蔣萬安 連兩天緊盯災情 畢竟北市已放了兩天颱風連假 且前一晚說好了 北北基陶晚間八點一起宣布 但蔣市長臉書先偷跑 足足提早40分鐘 我們小編是事先準備好 兩個版本 一個是停班課 一個是正常上班課 所以在排版測試的時候 確實也不小心按檔然後發出 是小編不小心誤觸 還是擋不住民意壓力 畢竟24號其他縣市 早早宣布停班課 唯獨北北基陶 要ㄍ到晚上八點才介紹 網友早就在敲碗 市長你快宣布啊 不會有壓力 基本上我們就是依照相關的標準 以及各方的因素考量 以及與各縣市 大家彼此的溝通跟聯繫 但順了故意卻逆了掃意 前立委郭正亮就說 一天颱風價損失200億產值 放假房台還是上班上課 專業和民粹如何拿捏 颱風政治學恐怕是 每位民選首長每逢暑假 都必修的政治學分 好不好這個什麼叫群龍舞手 是這樣民進黨的王毅川 質疑盧修宴說他回來以後 防災指揮官 副市長鄭兆欣 消防局長孫福佑都去接機 所以運變中心群龍舞手 群龍舞手不是沒有人去接他 而是都去接他了 來 鵬慧 我再講一下 其實我們在講說要放假 就是變成一個放假政治學 現在也可以發生這樣子 防災的政治口水也特別特別多 昨天所有的綠營 包含政論節目 我不曉得今天政論節目 是不是繼續去批盧秀燕 都是把盧秀燕當沙包在打 那這中間又有很多的假訊息 那其中一個就是直接講的 王毅川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他說因為這些台中市的這些指揮官 他們都跑去機場去接盧秀燕了 所以搞到他們的應變中心 是群龍舞手 錯 這個完全是假訊息 因為市長不在的時候 他們是有包含副市長 秘書長 那麼輪流去做這個指揮官 所以他們事實上以8小時輪流 在應變中心有指揮官作證 但是其他的 包含他們有一個副市長鄭兆欣 還有消防局局長 他們去接盧秀燕 因為當盧秀燕下飛機的時候 他就是指揮官 他們當然要把第一個時間 趕快跟市長報告 那不代表說 這個應變中心就是鬧空城 所以這一點就是 這兩天民進黨幾乎是 請全黨之力 甚至側翼 來攻擊盧秀燕 另外就是在講說 放假的問題 所以現在的謝市長一定說 對於放假就是寧寬物景 因為也確實 因為你颱風不是你能夠掌握的 本來對凱米颱風最早的時候 其實最緊張的 都是北部縣市的首長 在這個凱米颱風來之前 講完就非常緊張 就到處的在台北市 去看很多的抽水站 看很多的一些施工中的 有沒有如期的完工等等之類 因為原來告訴大家的就是 這個凱米颱風 它可能會重創北部縣市 所以北部縣市如臨大敵 但是沒有想到 它後來的影響範圍所及 又變成中部也影響到 所以中部幾個縣市 他們當時發布 就是放假的時間都比較晚 有的甚至已經 大概就12點前後 有的是到12點以後 就到凌晨了 那當然會被罵 可是必須講的是 當時他們拿到氣象署 給他們的相關的資料 那個時候也就是大概8點的時候 第二天還沒有達到放假的水準 所以他們不敢宣布停班停課 可是等到越來越接近凌晨的時候 大概到11點 那麼這個最新的報告 就達到停班課 所以他們趕快緊急的宣布 當然這大概不意外的 很多的網友 很多民眾就灌進去 就罵他們 但這沒有辦法 最終我覺得縣市長就是 可能得被罵 那這些東西都是很難掌握 就如同比如說今天 今天高雄市是大淹水 市區裡面 我看到太多 但我們可能會討論 我剛才看到一個更離譜的說 如果還有人在道路上揚湧 已經淹水淹成這個程度 就是你當時也沒有想到 這個台米台本來說 重創北部縣市 沒想到現在受災最大的 結果是高雄 高雄搞不好到明天 我估計可能有些地方 可能還要停班課 因為沒有辦法 你看他們淹成這個樣 有的淹到一層樓高 或者整個地下水 地下像瀑布一樣 所以真的是很難的 去做掌握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 其實所有的縣市首長 大家也不想被罵好不好 當然也是在放假 跟不放假之間在做拿捏 但是我們真的要強調的 要呼籲的 就是這種政治口水大可不必 蔡妞 這台風假變成風災政治學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還是在於台灣的勞工 實在太鼓勵了 就是七天假也被人家砍掉 國定假又少 你跟其他歐美國家比起來 你的特休本來就比較少 所以大家就講過勞之導 所以當然你遇到 颱風風災的時候 大家其實是很希望喘口氣的 越來越形成這樣的風氣之後 當然就 縣市首長的壓力當然很大 相對來講 你都寧願說重寬認定 但我個人認為 重寬認定也沒什麼不對的 第一個是 我們除了放假很少之外 另外也是我們通勤組很多 所以最近這幾年 其實大概是以生活圈 為一個單位集體決策 這是這幾年會出現新的模式 因為確實也許 台北市可能沒有什麼風雨 可是桃園剛好在上班的尖峰時間 這幾年風雨是滿大的 其實桃園跟台北 很多彼此之間通勤客 他確實會造成一些工作上 一些困擾 所以從安全的角度來出發 當然就寧願錯放 錯放就當給勞工休息一下 我想也是不錯的 但你如果要徹底解決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還是善用一下科技 其實在疫情之後 越來越多有所謂的遠距工作 它的新的模式在產生 但這些模式並沒有被廣泛的應用 也沒有被廣泛的探討 是不是可以在這中間做一個平衡 也許未來是用採取遠距工作 但是你還是要發薪水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因應這種風災的這種狀況 我想也是未來 可以討論的一個方式 桃園我一定要講一下 這一次決策很乾淨 是因為我們已經1451天 網友統計得很精準 1000多天沒有放颱風架 當然也是上一次張正正決定 沒有放颱風架 為什麼會被抨擊 也是因為你隔壁的台北 跟新北都放了 現在就是變成 明明同一個生活圈 通勤很多的時候 其實造成大家的困擾 所以我是贊成 大家用生活圈 集體決策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台灣是個海島 天有不測風雲 所以海島的氣象預報 是很困難的 不像大陸型的氣候 另外就是中央氣象署 本身的預報能力還是要加強 還是要加強 我大致的時候去選修一門課 叫做氣象學 因為我那時候當必然會主席 人家實習我都沒去 他們選氣象學 每個都90分以上 是那個營養學分 幹嘛沒事選個氣象學 但你要跟他住家出去看 這個騙仲瑜 宇鎮瑜 林仲瑜 很浪漫的 大家去看 我都沒有去看 每次點名字都不在 我拿個60分 我記得要死 我說人家選這個課 都是為了增加分數 我怎麼搞笑 把我評論分數拉下來 同學就安慰說 你不錯 你比中央氣象局 成績還好 中央氣象局60分都沒有 那個時候是這樣 常常誤報 慢慢 後來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就要買 蔡佳佳買那個超級大電腦 我們通通給他 就你該買什麼都給你 不省這個錢 買最好的設備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中央氣象局一個預報出來 之前也常常講 多嚴重 多嚴重 後來放在家 根本幾乎風雨 什麼都沒有 好幾次了 不是只有一次 所以中央氣象局 我認為說中央氣象局的預報能力 還要加強 加強 再加強